今天是农历初一又适逢年底雨季 沿岸低洼地区的居民最担心涨潮引发水灾 登加楼瓜拉尼鲁斯一处甘榜 因为涨潮加上海岸侵蚀严重 一辆挖土机被海水吞噬 而早前多次出现海水倒灌的雪州沿岸 今天清晨下因为大潮引发洪水 不过庆幸情况并不严重 积水两个小时后逐渐消退 轿车被水围困 积水已经淹到接近半个轮胎的高度 适逢初一雪州巴胜沿岸今天清晨五点多 再因为涨潮引发海水倒灌 雪州天灾管理援助委员会证实 巴胜 瓜拉雪兰鹅 沙白安南 瓜拉冷月和雪邦都发生海水倒灌 但大多数地区都只是轻微泡水 没有住宅区 严重受灾 最严重的地区是吉丹岛码头附近 和雪州皇家游艇俱乐部一带 水位最高达5.6米 校正人员在多个地方视察待命 但各地的涨潮在清晨七点多天亮之后 渐渐消退 由于大潮预计会持续多一两天 因此校正人员将持续紧盯情况 以防万一 而在东海岸的登加楼 沿岸的瓜拉尼鲁斯则遭遇严重的海水侵蚀 当地沿岸小镇边加兰马拉斯 不仅因为东风带来强劲风雨 引发水灾 海岸线更严重倒退 就连建造防波堤的一辆挖土机也惨被吞噬 沿岸的石户家庭原本距离岸边200米 但海岸严重侵蚀 目前他们距离岸边只剩下10米 按照计划防波堤原本应该已经建好 但受到疫情和恶劣天气影响不断拖延 目前当局只能每4小时巡逻一次 同时呼吁民众远离岸边 避免不幸事件发生